4月1日,张国荣逝世五周年纪念演唱会在香港宏观举行,参加艺人包括新小琪、梁朝伟、梁永祺、袁永宜、张志玲、莫文卫、许志安、陈慧玲、张学友、曹猛、郑心仪、苏永康等,现场摆满了艺人们向哥哥表达哀思的话圈。 演出结束后,主办人陈淑芬向各位明星深深巨公表示感谢,他声音哽咽,眼泪不断,之后各位明星也都发表了感言。 今次真的很感谢大家这么帮忙,不知说什么,总之是一份诚意,希望大家继续宠爱张国荣。 我觉得一切都很存在不言重,其实刚才已经看到大家这么精彩的表演之后,我觉得是很难够的一幕。 我都是一样觉得很开心,可以能够参与一个这样的舞异的一个节目。 我很感谢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参加和大家一起怀念这个歌,然后有这个机会来唱《烟花唱》这个歌,我们会永远记得歌。 在刚才表演的时候,看到在场所有设计歌的朋友都很想念国荣。 在这里希望他们可以和我们分享一晚,miss you much,Leslie。 很开心可以在这个机会唱歌曲的经典歌曲,我觉得很欢迎,真的很开心,多谢大家。 每个歌手都用了自己最真心,很真诚的心送给国荣,所以今晚很开心。 如果国荣在这里看到,他会很开心。 我感到十分之灵感可以参与这个演唱会,希望他在《九泉之下》能够很开心,因为我们每个歌手都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演唱。 我们之前跟哥哥合作,哥哥给我很多年,所以虽然只有短暂的几年的缘分, 可是我会永远记得,而且珍惜,所以今天我很开心,也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样子的演唱会。 哥哥永远都活在我的心中。 我永远记住他对我们的爱护,对我们这班小孩的关怀。 我想他在另外一个空间里也知道我们永远是一班小孩。 当然,他永远都是我们的哥哥。 哥哥在我心中坐着,没有走过去。 因为我常常在电视上见到他,所以我觉得今天哥哥会很开心, 而且知道我们全部都很有心。 其实哥哥,说走一五年,其实我们几时想在心里叫他出来,都是可以的。 透过我心中说一句,我们会继续成为成为。 我们很开心,可以有一个有意义的方式去怀念一个好朋友。 梁朝伟立场时的粉丝们追车而至,呼声震天。 我们很开心。 谢谢。 我们很开心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